嗨,大家好,是Cassie,好久不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呢,我们将聊一聊 苹果在今年下半年将会推出全新的M5芯片系列的笔记本电脑 那我相信大家的M4呢,在手里还没有误热 那这新的一代呢,就要到来了 那这一代的芯片将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改变呢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期待呢 那今天呢,我将会从发布时间,芯片的技术以及性能提升 还有AI能力,那包括设计变化,还有对比一下M4的差异 以及那来让我们一起分析一下是否适合你 那从这几方面呢,我们会详细的展开分析 那如果感谢你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为我的视频,点赞留言哦,感谢大家的支持 根据呢,我最近搜集到的一些资料显示呢 苹果已经开始为M5芯片试产了 而且量产呢,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展开 那按照苹果过去的节奏呢 它最早搭载M5的芯片产品呢 应该是在今年的10月份左右登场 那通过知名的苹果分析师郭明奇表示呢 在今年的新款iPad Pro呢 将会作为首发M5芯片 而且呢,预计呢,是在今年的年末呢会推出 那另外呢,是MacBook Pro系列呢 也会在今年的秋季迎来搭载M5芯片系列的升级款 那这就是意味着我们最快在10月份左右 就可以看到14寸和16寸的MacBook Pro 用上M5以及M5 Pro和M5 Max了 那同时呢,MacBook Air的产品线呢 会等到明年2026年的年初呢 才会升级到M5,所以呢,首批搭载M5的呢 应该就是iPad Pro和MacBook Pro 这两个系列的前后脚发布 那甚至有报道称呢,苹果会把M5呢 用在第二代的Vision Pro的这个头显上 那当然呢,也是非常的令人期待啊 那其实这一代M5的芯片 最大的关键词呢,其实不是速度而是智能 那因为M5呢,仍然采用的是台积电的3纳米制程 那其实会比M4呢,带来更好的能效比和更低的发热 那同时呢,在晶体管数量上呢,会有一定的提升 根据我们以往的数据来看呢 M1呢,它的芯片呢,是达到160亿的晶体管 那M2呢,达到的是200亿 而M3呢,是达到250亿 M4呢,是280亿 那这一次的M5呢,其实是有望迈向300亿 甚至更多的晶体管规模 那要知道啊,苹果最强的其实是M3 Ultra 它的芯片呢,是通过把两颗M3 Max封装成一体 达到了惊人的1840亿晶体管 也就是说晶体管数量越多呢 意味着芯片可以集成的更多的功能单元和缓存 也就是性能潜力更大 那所以呢,我们当然更加期待M5相比M4 是在晶体管数量上呢,有这个两微数的百分比的增长 可以说是带来更强的这个计算能力啊 那同时呢,M5的CPU和GPU等性能相比M4呢 会有15%到25%的提升 那也就是说呢,这一次呢 它是一个常规的迭代升级 并非是跨越式的飞越 而且呢,M5呢,仍然会延续高性能和高能效核心的架构 同时呢,会对架构进行改进以及主频的提升 那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啊 它的多核性能更强 以及单核跑分呢,也会有一定的上涨 那在这个重度任务的时候 比如说视频导出啊 或者是代码编译啊 它都会有15%到20%的速度提升 也就是意味着你在渲染的时候 本来是用10分钟 那现在可能就是8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搞定 那也就是在你日常应用的时候 打开应用啊,文件压缩啊 这种时候你会感觉到更丝滑 那同时呢,新的芯片呢 也会带来新的性能的支持 那有传闻称的M5时代的这个MacBook Pro呢 将会加入Wi-Fi7无线协议的支持 还有呢,增加雷利5的这个接口 也就是说这个改进呢 不是CPU和GPU的性能 但是属于芯片平台的升级 那让整个电脑在连接速度和扩展能力上呢 更上一层楼 也就是我们在下载速度啊 以及局域网传说的时候呢 会更快 那苹果这两年呢 在GPU上呢 发力也非常的猛 大家可以看到M3和M4时代的GPU 核心数量和频率呢 都提升了非常的多 那我相信呢 M5预计呢 会继续增加GPU的性能 那同时呢 让图形性能呢 会提升接近20% 那对于我们创意工作者啊 或者是玩家 以及视频剪辑啊 实时预览功能啊 那你就会发现 它的这个反应会更快 那包括呢 特效渲染 以及3D建模啊 都是可以更加缩短了 这个工作的时间 那同时对于轻度的游戏玩家来说呢 M5的性能呢 最终可以在这个Mac上 流畅的跑一些3D的游戏 真的是非常的让人期待啊 那从M1开始 苹果都是采用了16核的神经引擎 每秒可执行数万亿次的运算 那随着架构的优化呢 像M3的神经引擎呢 就比M1呢 快了60% 那M4 M5呢 就更上一层楼了 所以呢 苹果这一次呢 依然会保持16核的数量 但是会通过工艺的提升 让美和性能提高 那同时呢 增加支持更高精度的AI计算 所以呢 对于我们来说 就意味着 Mac上自带的这个图形处理啊 语音识别 还有视频分析等功能呢 都会更加快更准 比如在使用Photos应用的时候呢 包括这个人脸识别 还有更智能的这个背景移除以接 通话时的实时降噪 都是依赖神经引擎的 所以神经引擎更强呢 这些体验呢 就会更加的顺滑 那相对来说呢 和上一代区别 虽然是没有质变 但是对于专业用户来说呢 一些极限场景下 等待时间呢 会减少20%的这个时间左右 那相对对我们普通来说呢 其实这个功能呢 就是一种赋予的性能 那我相信这一代的M5呢 很有可能成为 苹果真正的AI笔记本的开始 因为呢 AI无疑是当下科技圈的热点 苹果这两年也在疯狂的 给设备加持AI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M5来的正是时候 无论是使用大语言模型 还是生成式AI 都有望在M5设备上呢 可以获得更流畅的体验 比如说我们在使用本地的文字 助手的时候 你可以写邮件啊 或者是在写备忘录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帮你生成总结 润色以及扩展文字 而且在使用图像识别和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更好更自动的识别人物 场景背景 并进行优化效果 以及背景消除等等 那同时呢 还可以就是表现在我们使用苹果原生的剪辑软件 Final Cut Pro的时候呢 可以通过M5的AI核心自动为视频 打标签啊 配字幕啊 等等一些新的功能 那还有就是通用级系统AI的功能 比如说屏幕语言识别啊 还有就是文档实时翻译 以及自动的语音转文字 更重要的是这些功能不依赖互联网或者是云端 可以更好的保护隐私 而且响应速度呢会更快 并且呢它是开源的而且呢是本地运行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强劲的M5芯片呢就是关键 因为它既能刨本地的小模型保护隐私 又能高效对接大模型 提供最佳的体验 那M5的笔记本电脑的外观设计上呢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只会有一定的微调 比如说会有更窄的边框 更轻的机身 以及散热系统在优化 尤其是在14和16寸的这个机型上呢 会提供这个Wi-Fi7的支持 也就是速度更快延迟更低 那同时呢它的电池寿命呢 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啊 而且MacBook Air呢基本也是保持不变 它依然外观延续 2022款的这个设计 依旧是轻薄无风扇 便携 主打稳定高性价比 那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呢 我觉得M5呢是一次聪明的升级 而不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那其实我更加期待的是M5的下一代 也就是在2026年即将推出的M6系列 因为呢据资料显示呢 它会在外观上和性能上都有一定的改变 也就是一个跨代的变化 那无论从设计上 还有就是呢 它可能会增加FaceID的功能 以及5G风波网络数据的这个功能 那大家知道以往呢 是在iPad上其实已经实现了 可以通过风波网络数据上网的这个功能 那苹果自研的5G调制解调器 那其实呢 完全可以是在第二代的时候呢 放到苹果笔记本电脑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带着笔记本电脑到外面去上网 不依赖WiFi或者是用手机热点共享的这个功能 那就是更加的方便了 而且呢 可能会增加OLED的屏幕 以及呢 外观上更加的炫酷 也更值得期待 那话又说回来了 我觉得M5呢 不再是单纯的性能跑得快的芯片 而是开始具备了思考能力的电脑 它更加的聪明 响应更快 隐私更好 效率更高 所以呢 是一台真正进入AI时代的MacBook 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为我留言告诉我 你是否会期待这个M5芯片的笔记本电脑 还是要继续等待M6系列呢 当然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为我的视频点赞留言哦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 拜拜